把你这个又破又脏的鞋给我脱了 没事大兄弟 我这刚换的新鞋 就上边扎来袋脱 一点也不脏 那也不行 你把鞋脱了 要不你就别看 行 哎呦呦呆 那你怎么找什么脱鞋啊 找啥脱鞋呀 我这个地 可比你这个脸干净多啊 嗯 大家好 视频开头一幕一个养猪大户去买车 就因为他穿得破 身上有胃 就被拜金店员瞧不起 要求拖鞋去试车 你说这不是羞辱人吗 咱们一起来跟着镜头 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真相 视频中这个接电话的人 可别小瞧他是个养猪的 他可是这个市里有名的养猪大户小丑 这不正在喂猪 车行里的老板打来电话 说车行来了好多豪车 听说小丑要买车 这不欲见好的抓紧给打电话 小丑一听很是高兴啊 给手下吩咐了几声 骑着他的小电驴就开始出发了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来到门口连忙趴在窗子上面瞧号车 本来是开开心心的来买车 但是刚一顿来 就遇见了狗眼看人低的员工 他们不但嫌弃小丑的穿着 更是把他羞辱的一毛不出 你干啥呢 你没看就拖地呢 不好意思大兄弟 我来买车 我来看看车 爆炸头起身走过来 吸吸鼻子 说小丑的身上是啥味啊 臭死了 老是憨厚的小丑 看见他们这样嚣张 也不想和他们闹翻 只能用他那憨厚的表情 一直笑着说话 都是爱笑的人 运气一定不会差 但是用在小丑身上 这句话就不怎么灵了 爆炸头嘲笑小丑买什么车呀 门口的小电驴不就挺好的吗 小丑直言想买一辆好点的车 爆炸头也没有和小丑 再过多的废话 直接把小丑带去看车 本来以为爆炸头 是心甘情愿的 原来是想起老板的话 不管什么人来 都要好好的招待 要不然 他才不想和这样的人打招待 爆炸头把小丑 带到一堆车里头 让小丑慢慢看 但是左看右看 就是没有小丑看中的车 今天他来 可不是买这些车的 他可是本着豪车来的 兄弟 你去不行呢 这怎么做一点还是不的 有没有皮的 爆炸头听见这话 完颜里都是嘲笑的眼神 还说这辆车 就是符合小丑的气质 如果真的想要皮座椅 可以去旁边花200元换一套 小丑也不生气 他明白这些人 从进门就没看得起他 所以小丑表明立场 他有钱 能买得起豪车 但是他们就是不听了 小丑很是谦虚的说 他从小就生活在囤子里 也没有见过什么豪车 想让爆炸头领去看看 此话一出 爆炸头很是无奈 只好嚣张员工叫不去 赶紧带小丑看看 打发走得了 临走的时候 爆炸头特意的吩咐到 不要把他们的豪车弄脏了 所以这就出现视频开头一幕 小丑车还没有摸到 就让嚣张难制止了 还问他为什么走着进来 不走进来还能怎么进来 你们真的是太欺负人 小丑为了买车 也为了最后能好好地收拾他们 把这一切都忍下来 俗话说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等到你们的大佬挡过来了 看你们怎么解释 这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来了一个大美女 一看就是被包养的 要不然不能那么猖狂地走路 一进门爆炸头连忙去迎接 这一看就是这里的常客 一上来 就要让爆炸头带他去看看 今天刚进来的豪车 他要全部买下 而这边呢 小丑也看得很火热 但是看过来看过去 就是没有满意的 再说了他一个大佬爷们 看一个红色的车干嘛 关键是他这个块头 这个车也太小 小张男也是快没有耐心了 这看过来看过去的 没钱还嫌弃这嫌弃那的 还嘲笑小丑这车在他们农村开 不就很场面了吗 小丑就想买一辆更场面的车 忽然他的眼睛一辆 只本着一辆车过去 小张男男都拦不住 这一次小丑就认定了 就是这辆车 就他了 今天他来就是为了这辆车来的 这辆车比村里任何一个人的车 都场面 小丑还没有看过呢 刚要进去 就让别人节足先等 小丑直接愣住了 这是他先看中的车 怎么别人还坐上去了 爆炸头直接就爆发了 警告小丑 车看也看了摸也摸了 赶紧拿里凉快 拿里带着得了 别以为 带着他看车就把自己当客户了 你们真是不讲道理 我相信 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现实社会中 应该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不要小瞧任何一个人 因为他可能是你得罪不提的神 谁呀 臭的红的 还光个大脚丫子 哎 你是不是那个太阳 你谁呀 我啊 刘娃丑 咱俩在一个屯子上 我学你忘了 啊 你啊 这么多年不见 咋的 还在家帮你爸为主呢 是 我现在在家主要养住 身边导演的资资料 哎 行了 我不管你现在是干啥的 去别的地方待会儿行吗 太阳 你这说的傻话 咱俩同学一场 你干嘛 赶我走 刘花丑 你身上一股温 像熏死神样 这么些年来 一点掌声都没有 滚一边去 并想我买车的心情 有你这样的同学 我都丢人 行 真是行 毕竟还是同学一场 小丑没有打算非要买这个车 就想着 你同学真的要是喜欢 就让给他得了 没想到 他不但不念急救起 还嘲笑羞辱小丑 所以 接下来就是豪车之争了 小丑也不就客气了 今天他一定要买下这辆豪车 不 是两样 既然拜金宇占了一辆豪车 他就去看看另一辆 等一会一起付钱 谁知 嚣张员工 还让小丑不要随便摸车 都摸上手印了 还嘲笑小丑一会 连洗车钱都拿不出来 小丑也不想听他废话 打开车门就坐了上去 这一举动 直接把嚣张男吓坏了 这可是豪车呀 弄坏了 谁来陪呀 这边拜金女看见没人跟他抢了 又想去看看小丑的车 这次小丑不让着他 看见员工都瞧不起他 小丑直接要买下这个车 谁知 拜金女也紧跟其后的说 要买这辆车 尤其是看见小丑坐在车上的时候 想都不用想 直接就把卡拉出来 直接交情 爸气 这句话彻底把嚣张员工惊呆了 连忙就去刷卡 拜金女看见小丑就来气 尤其是看见一个养猪的 还要一下子买两辆豪车 她是打心眼里瞧不起小丑 还让爆炸头赶紧去刷卡 这两辆车 她都要了 今天就让她这个养猪的同学 好好看看 什么叫真正的势力 就这样 两个员工都去刷卡 中途爆炸男要接老板的电话 所以顺手把两张卡都给了小丑男 就是这一举动 让这个误会产生了 这不 他们两个的较量 还没有停止 太阳 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记得你是个挺好的人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咱俩现在可不是一路人了 你赶紧从我车上多骨子 碰坏了你赔得起吗 来来来 你赶紧我下来 你是真能给我丢人的 你给我张空卡让我去刷 你是在给你嘴过生日吗 空卡 怎么能是空卡呢 明明卖猪的钱 就是在这里卡里的呀 小丑思来想去 就是没有想到 为什么是空卡呢 嚣张员工 这下忍不住了 让小丑赶紧的走吧 一会他老板来了 一定会笑话死他的 一个劲的嘲笑羞辱小丑 嚣张女看见那么好的机会 当然不会错过 谁知 小丑的一句话 简直把他们惊呆了 看看你手里的卡 看看 我卡怎么了 我卡 不对呀 这不是我的卡 哈哈哈哈 当然不是你的卡 因为这是小丑的卡 刷的钱也是小丑的钱 这时 爆炸头来了 还对着嚣张员工说 怎么对待他的大客户的 这变脸变得有点快吧 看看他们多么现实啊 有钱你就是爷 没钱你活该被瞧不起 接着爆炸男也不想得罪老客户 直接把卡交给了嚣张女 让他以后再来 哈哈哈哈 真是解气 嚣张女的卡里没钱 自己想想都感觉到丢人 爆炸头让他赶紧走吧 还推一推他 此时的嚣张女很是生气 他倒要打电话看看 这里面的钱到 哪里去了 在这个电话打过来 打过去的 哎呦 就是没有人接 可能男友又去保养其他人了 而小丑抓住机会 好好地教训教训他们 我还在养猪 身上可能有点味 但是我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的血汗钱 我家现在有上万头猪 每天我都很努力 我跟你可不一样 只会靠男人吃饭 你才是给咱们这帮同学 就为 哈哈哈哈 霸气 这样的人 就应该这样对他 让他们知道知道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一山更比一山高 不要在这里偶眼看人低 这边两个员工 在这里窃窃私语 说刚才老板打来电话 今天来的大客户 就是养猪大户 这下他们算是闯祸了 这闯祸 就要有人认错的态度 看看现在他们的态度 我只能说 早干嘛去了 这不道歉的话还没有说完 大老板就来了 看看 这下他们会受到 怎么样的惩罚呢 大老板上来就问小丑 看中哪辆了 直接进货架开走 小丑回答说 选中的两辆车 大老板就要让小丑去办手续 他还不知道 要开始讨战了 当初让小丑怎么拖的 现在就要让人家怎么穿上 大老板在这里了解情况 爆炸头直接把责任 推到了嚣张男那里 大老板这一看 就是在打马虎眼 不用说了 这两个人是不能再 在这里待下去 随后小丑就让车行老板 把他们开了 他 他 不开除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两个狗眼开人第一 瞧不起像我家的农村人 老板我 你给我闭嘴 我怎么跟你们俩说呢 对待每一位客户 服务态度 必须是第一位 咱们展厅了 所有的撤案 都是经得起解 好了 本剧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一句话 是这么讲的 人在做 天在看 少做恶事多行善 没有谁的尊严 是被别人无情地践踏 不是别人给你计较 而是你触碰了别人的底线 这样的结局你还满意吗 我们评论区一起探讨一下 结尾我做个生命 所有故事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以上所有都是影视的需要 大家一定一定一定不要模仿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